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知一名女招待 但自从她的爱猫Granby Cat在YouTube上的一段视频风靡全球之后 她立马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全力为爱猫发展她的事业 不爽猫自窜红之后 出了非常多的传记 不仅是这样 她还成了猫粮品牌First Kiss的代言人 而且还推出了自己的咖啡系列Granby Channel Granby Cat Cappuccino Cranby Channel 那大家觉得好不好喝呢 要尝过以后才知道 不光是这样 她还拍了一部电影呢 叫Granby Cat's Worst Christmas Ever 光碧猫最糟糕的圣诞节 马上圣诞节了 大家不妨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电影院看一下 去看一下光碧猫可爱的模样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光碧猫现在还有了自己的经纪人 为她洽谈业务 她现在呢 比最红的Lady Gaga和Angelina Jolie更厉害 好 接下来带到给大家一条关于湾区的生活小资讯 马上要到圣诞节了 大家觉得无处可去吗 提供大家一个非常好欣赏艺术的机会 就是有三凡式的芭蕾舞团为大家精神准备了柴可福斯基的经典芭蕾舞剧 胡桃夹子 胡桃夹子呢 已经成为了圣诞节期间最为家喻户晓的表演节目之一了 这一档芭蕾舞剧呢 历史悠久 充斥着浓郁的圣诞节气氛 讲述的就是一个小女孩啊 在圣诞节的时候得到了一个玩具胡桃夹子 那一天晚上她就做梦 梦到胡桃夹子变成了一名王子 带着她的玩具兵和老鼠兵大作战 之后呢 又带着小女孩去到了果江山上 受到了糖果仙子的欢迎 享受了一次舞蹈的盛演 一个非常快乐的圣诞节晚上 而且参加演出的八类舞者全部是经过严格的精挑戏选出来的 目的就是每年的演出都能够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 今年的胡桃夹子相信将会一如既往的精彩并且超越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现场去欣赏一下 时间呢 就是在今年的12月12日到今年的12月29日 这七天的全部时间 地点就是在Wattman Real Opera House 401号的Venance Avenue San Francisco 票价呢 从26元到210元不等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 好了 今天老中新闻的电视节目就播报到此了 喜欢的朋友 下期我们同样时间再见